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欢迎你们来到11月9日的每日圣言的时间 你是否体验过被拒绝的挫折感 让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气时成活时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伯多禄前书第二章第四至九节 弟兄们 你们接近了主 即接近了那为人所摒弃 但为天主所精选 所尊重的活时 你们也就成了活时 建成一座属神的殿羽 成为一般圣洁的司祭 以奉献因耶稣基督而中越天主的属神的祭品 这就是经上所记载的 看 我要在西雍安放一块精选的 宝贵的基石 所以 为你们信赢的人是一种荣幸 但为不信赢的人 是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并且 并且是一块绊脚石和一块使人跌倒的磐石 他们由于不相信天主的话而绊倒了 这也是为他们预定了的 至于你们 你们却是特选的种族 王家的司祭 圣洁的国民 属于主的民族 为叫你们宣扬 那由黑暗中照叫你们 进入他奇妙之光者的荣耀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将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在基督信仰中 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基督 你可曾想过 我们所朝拜的跟随的天主 是一个失败者 耶稣在世时 花了三年的时间 到各地宣讲福音 到处行善 行奇迹 教导人群等 然而 纵然他有过响亮的名声 也吸引了不少跟随者 有人甚至要把他封为君王 但他的人生最终 却已被误会 拒绝 迫害致死收场 他在被迫害死去的那一刻 什么都没有 以人的标准来看 他的人生根本就失败了 然而 今天我们可以问自己的旧事 这样的天主 到底能够教导我们什么呢 原来 被拒绝 侮辱 迫害致死的耶稣 要让我们知道 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结局 因为死亡以后 还有复活 这是天父对耶稣 也对我们做出的许诺 耶稣是磐石 但他的生命不是人们想象的完美 即便如此 他确实天主所忠悦的活食 很多时候 我们也渴望自己的生命像宝石一样 光鲜亮丽 会为他的任何瑕疵 抱怨和自责 然而 耶稣却以他的榜样告诉我们 重要的不是完美的生命 而是能够让天主在我们不完美的生命中 给我们功课 教导我们即便在黑暗中 也不至于放弃信 妄爱三德 而且让磨炼使我们的圣德更凸显 今天 就让我们的生活方式 挑战社会的价值观 启发他人渴望活得不一样 请品尝圣言 将人弃而不用的石头 反而成了乌角的基石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面对挫折带来的负面情绪时 像同样面对过挫折的耶稣 学习如何超越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耶稣 我感谢你用自己的生命 让我看见磨难 也能有加深我的信德的功能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在黑暗中 面对挫折时 不放弃信妄爱三德 我们明天再见